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那我们今天讲的是旧恩论的第八讲 那么旧恩论第八讲我们会讲什么呢 下一位 所以我们在旧恩论的第八讲里面 我们主要是会谈到得救的信心和得生命的悔改 那么这两个名词就是我们有时候经常会在日常的实践中间 在教会的实践中间经常是听到信心 听到悔改 那我比较欣赏这个新密信条 它里面把信心其中是加上了一个限定词 叫得救的信心 然后还有一个叫得生命的悔改 我觉得这个呢就这种表述的方式 我认为就可能更加和胡圣经的原则 更加完善一些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为什么要有必要去加上这两个限定词汇呢 好 我们以前在有一个信心系列讲座里面 那个也是通过讲道的方式 我们对信心的本质有三个方面的 有三个三堂的一个讲座 那其实我们一开始出发点 就特别谈到了自然的信心和得救的信心 那圣经从来没有否定信心 而且也讲到说有的人虽然并没有相信主耶稣 但是他要想在日常生活中间 他也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 所以我们才会称为自然信心和得救的信心 这也是我们经常提到的名词 也正因为我们在教会实践中间 不太那么仔细区分 什么叫做自然信心 什么叫做得救的信心 所以使得了我们今天这个词汇 是在教会里面被用的最广泛 但是有的时候也会经常被误用的一个词汇 所以我们天天都在谈信心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信心 到底是不是按照圣经的方式去讲呢 那实际并并非这个词汇 那我也盼望说 通过这一个这一堂的这个主日学的课程 我们也能够对信 得救的信息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这样一个认识 那么以前我在讲这个课程的时候 那有的人也会提问说 心理信条有没有表达自然的信心呢 你是不是你填充自己的分类呢 其实心理信条里面使用的另外一个词汇 来去表达自然的信心 用的是什么 称为自然之光 自然之光 所以心理信条中间不是没有谈自然信心 心理信条里面实际是谈了自然的信心 但是它使用的这个词汇 跟我们在讲信心本质的这个系列讲道中间呢 不太一样 它用的是一个自然之光 那么什么叫做自然之光 就是它既反映了自己一种理性的思考 同时也包含着因着自己的感受 而产生的一些相应回应的一些的动作 所以在心理的信条这个框架之下 其实它是用自然之光来去表达一个自然方面 自然的信心 那么这个信心虽然人们都在使用 并且在没有信心的时候 甚至这个自然之光 仍然可以将我们大概拼一拼一拼的代向之中 有这么一定的功用 不是说真正能够完成 而是说这个自然之光使得了我们对于一些的事情能够练起事 那么一些初步的回应 那么这是自然之光的功用 也就是对应了我们的自然的信心 所以在我们刚刚的信主的时候 我们其实都会谈到这个问题 我相信飞机能把我从蒙特利尔带回到北京 那么这样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呢 实际讲到的是自然的信心 但是在圣经中间更多的强调的是一种得救的信心 也就是说有那么一种信心 这种信心一定会最终会导致着我们最终会得救 并且这种信心最终导致着我们不会离开信仰 而这个信心是圣经更多所描述 那这个信心被称为什么 就是得救的信心 所以先在这个词汇上做一些的阐述 那我们来看 下一页 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什么叫做得救的信心 所以在西门信条的十四章第一节里面 它实际在这里面前半部分是定义 后半部分是一个 后半部分是一个讲到一个 这个信心是跟怎么样的一个成长的 那十四点第一是怎么说的 它说信心的恩惠乃是基督的灵 在蒙简选之人心中所做的功 使他们相信一致灵魂得救 这信心是通常由听神的道而发生的 并且借着神道的宣扬 圣理的执行和祈祷 而得以增长并坚固 所以在这句话里面直接分成两段 第一段是讲到什么叫做得救的信心 或者说我们的信心的源头是什么 以及它的终极目标会是什么 那就是讲到头半句 因此在这个中文的翻译里面 加上了一个分号 代表这句话并没有说完 而是但是意思已经是做了一个 做了一个区分 后面说这信心是通常是由神的道而发生的 并且借着神道的宣扬 圣理的执行和祈祷 你会发现这是我们经常说的 基督徒蒙恩的管道 你听到和你的读经以及去观摩 洗别人的洗礼 或者你当然会有自己的洗礼 也加上观摩别人的洗礼 和你的自己的导照 成为了一个蒙福的这样一个管道 那么在这样一个短短短的一个描述中间 在这个短短的描述中间 实际是谈到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方面问题是讲到信心是出于神的 既然是恩典 那也就是说这个信心 不是单单的从我们里面所产生 而是神加给我 这个就与自然信心做了一个区别 所以得救的信心 最开始的得救信心不是我们自身产生的 是由神加给我 所以在以福所书二章的八到九节里面 这个节经文 我相信大家有的人很熟悉 并且能背下来 他是这样说 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 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所以在这段话里明确的告诉我们说 救恩本身完全出于神 连信也都是出于神 那这个是讲到了福所书二章的八到九 那么这个本乎完全恩典 所以得救并不在乎每个人的行为 如果人的行为在得救上 有人问 人死的话 所以在这句话的后半句 也不是出于行为 倒是指着什么的 是与得救是本乎恩的 这样的事情 对应的关系 这是文法上 所以很多的人一般会认为说 这个在这里面的断句 实际是希腊文的文法的断句 翻译成中文的断句实际是很要紧的 那但是这个经文如果断句证讯的话 我们就可以理解 说连着恩典 连着这个恩典当然是出于神 同时信心也都是出于神 那么西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 那这句话中间有一段的短语 来去描述耶稣基督 那么这个主耶稣基督是什么样的短语 说为我们信心创始成功的耶稣 这句话以前我在讲西伯来书的这个讲道里面 我提到信心的创始 信心的成中 实际是这句话的两个表述 信心的创始者 也就是说你的信心的源头 最终是由耶稣来去做的 那么第二句话 信心的成中者 这个成中者呢 英文做翻译成perfector 但是这个概念相对于中文来没有办法表述 所以中文只好表述说是成中者 但是英文的里面这个perfector 是不是最准确的翻译呢 其实也不是 希伯来在希腊文在这个词汇 所表达的一个特定的含义 它是指着耶稣不仅仅是我们信心的这个创始者 更要紧的也是我们信心的维持者 并且一直最终会带我们走到结尾 这个是他一个完整的一个含义所表达的 所以我们说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 在这件事情上都没有完全准确的表达 希腊文所要表达的 所以这句话其实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信心是最开始是从耶稣而来 并且耶稣来帮助我们持续的巩固我们的信心 并且一直将我们的信心坚持到最后 那有了这样的一句话 实际我们为什么要要非要把这句话搬来 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是凭着得救的信心 或者照着圣经最简单一句话 我们是凭着信心 不仅仅是基督徒和生命 更要紧的是什么 我们最终在成圣的过程中间 我们一定会最后成功 并且我们最终一定会不需要在神的面前 我第二次称义 所以我们讲究论的时候 会看到这些经文 我们虽然放在这里面去讲 但是这也是为什么得救的信心 一定要先讲完 什么叫做成圣 什么叫做得儿子的名分 什么叫做 对不起 什么叫做称义 什么叫做得儿子的名分 什么叫做成圣 以后再去讲这些经文 我们就知道 整个这一个过程 我们都是被神保守了 并且到最后也一定能够成功 所以当一个人说 忍耐到底的救必得救的时候 你需不需要 你需不需要害怕 你不需要 因为我们今天一个真相信神的儿女 我们其实根本就不用惧怕这句话 我们不会说 我需要用一个外在努力的行为 我要做一个基督徒 我要拼命的去做所有的慎行 我一定要遵行到上帝所有的命令 如果我们基督徒一条命令做不到 那是不是全都遵守不了 那我们将来建筑变的日子又会常犯 所以我们前面讲的 有一些的宗派会因着这句话 使得弟兄姐妹非常受到瑕疵 非常受到捆绑 因为他没有办法释放 所以大家都在拼命的把最好的献给神 拼命的做所有最好的事情 弄得大家真是没有自由 也是在这种信主的过程中间受到了很多的挟制 受到了很多的困托 其实某种层面上来讲 法利赛人其实就是这么要求 以色列人 那因此我们今天看到说 借着这样的得救的信心 我们最后就知道说 我们的信心最后能用到底 这个不是我们的功 而是神在我们里面开始做功 然后使徒行乱三章十九 同样也讲到了说 是他所赐的信心 也就是指着神 所以刚才我们读西米信条的这一段的时候 他的第一个方面讲到了 我们的信心是出于上帝 那么第二个部分 讲到是什么呢 讲到信心的果效 我们有了信心 我们是不是什么事都能做 我们是不是有了这个信心以后 我就能搬山 特别是大家就想了很多的这种例子 就是说我们有了信心 那主耶稣也说 如果你们的信心像芥菜种一般大小的时候 你就能吩咐这个山到那个山 我们今天就会觉得说 好像我们的信心都到不了 我上一周的讲到 其实给大家一个挑战 我们的信心真能到 其实我们会发现 我们的信心真的到不了 因为什么 我们的信心之所以都到不了 芥菜种的话 是因为我们的信心是我们自己人产生 但是当信心是神所给的的时候 信心一定会超过那个芥菜种 所以在这句话里面 耶稣其实在我们的主就是在提醒我们 如果我们要去真正有个信心的话 那么从神而来的信心一定最终带来的是什么 所以借着每个前书的话来讲到说 并且你们会得到信心的果效 就是灵魂的这个人 所以林勇姐妹我们不用说 今天我的信心好像不大 我为别人祷告没什么效果 而我去为自己的祷告好像也没啥效果 然后我觉得我的信心是不是就软弱了 有的时候林勇姐妹可能会受到一些的影响 我们就觉得说最近虽然工作压力太大 然后这个工作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全身心的投入照顾家庭 甚至有时候礼拜六礼拜天也因着生病 没有办法来教会 所以我们很多的听众姐妹就会受到某种捆绑 这种捆绑就会慢慢形成一种控告 觉得好像我的信心最近很软弱 好像我的信心最近一直不是很大 但是真的是这样 其实我们如果天天这么想的话 至少有一个方面 我不是说所有的情况 而是有一个方面可能你会落入了魔鬼的控告 为什么 为什么魔鬼非要控告你这件事情 为什么要把魔鬼天天让你觉得你的信心是软弱的 因为他只有一件事 他要否定什么 照着彼得的话来讲 否定的是我们的救恩 所以林勇姐妹我们要知道说 有的时候我们的软弱 当真的是涉及到罪的问题的时候 那需要认对危险 这是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待会会讲到什么叫做危险 但是如果不涉及到罪的问题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小心 我们往往可能就是被魔鬼所攻击去控告 所以基督徒在今生所有的工作也好 还是所有的也好 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不再是为自己而活 为主而活 为主而活的过程中间不代表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强壮到一个地步 我们都不去打倒 我们都不去好像时刻都去惊喜 也正因为如此 所以彼得自己劝告基督徒 叫什么 万物的结局进了 所以我们应当惊喜 那彼得自己惊喜了吗 所以那柯仙马也自己睡得呼呼了 那我们在咱们那个教堂的那个壁画中间对吧 那在这个灯山变相的时候 他们自己也是困得不行 也是累得不行 也是明明呼呼的 所以我们会看到 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在地上能够完全的惊喜了 或者说一直是疲倦不备 就是一直永不知疲倦的去服侍上帝去为主而活 这不是我们 真正的一个基督徒实际要 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已经有什么 然后我们才去看那些 我们真正正在追求的东西 是不是完全合乎上帝的职 所以今天在这个给年轻人教会里面 我再讲一个一篇信息叫生与死 那可能将来这个主题 我们还会在咱们教会里面讲 但是讲是因为大家都已经是成人了 所以我再跟大家讲 那什么叫生命的意义 我就需要换一个角度来去讲 因为年轻人他在塑造自己的生命观的时候 他需要我们需要从头去讲 但是作为我们已经是一个家庭 我们都有孩子了 我们自己怎么样的去思考 生以及我们将来的人生的时候 实际我们的角度需要观想 但是无论是年轻人 但是我们年长的人 还是我们现在这个中年的人 都没有关系 我们随时都应当去想到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怎么叫魏主 魏主而活并不是说天天笑 一定要成为传道人才叫魏主 好像我在家里面 我成为一个家庭妇女 我就不叫位主 好像我一定要做出某种 惊天动地的事情 我就叫位主 这些都是外面的世俗的东西 加给你的看法 这并不是圣经中间 真正圣经中间所讲道的 就是说我们每过一件事情 每做一件事情 只要我们祷告 只要我们有这样的信息 有来自这个实体和确具的话 我们就去做 我们就会去荣耀场 所以基督徒是一个 真正在真理中间 有自由一个群体 所以我们说 信心的果效 大家不要认为说 我有信心 我就一定能做很多的事情 恰恰在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真正有信心的果效 只是告诉我们一件事 那救恩是确定的 其他的都是此样 所以这个是讲道 信心的果效 那往下 那除了这个信心是出于神 信心的果效 那我们当然就会讲到说 信心有没有增长的问题 这个是我在这个信心的本质 那三次讲道里面 重点讲的一个题目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多少 所以首先我们说 这个在这个这信心 因为在刚才念的这个经文里面 是说信心是需要有三个管道 来去不断的增长 也正是因为如此 罗马书一章十七节里面 就特别谈到了说本于信 以至于信 那么同样这个 哥林多前书里面 也会谈到信心的增长 这些的相应的经文 所以信心增长是一定的 那么这个信心增长 我们在描述这个信心增长的时候 我们信里面一定要有一个概念 往下一眼 下一眼 也就是说 在这个信心的成长中间 这个是在刚才我们说 这个罗马书的一章十七节 本于信以至于信 然后也讲到信心增长 阿可福音九章二十四节 里面说我信 但我信不足 求主帮助 所以都是表明说信心是一定要成长 但是我们信心的成长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概念 这是刚才我要表述一次的下一眼 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要点在哪里 第一我们得救的信心是很真实 我们不要说觉得我感觉往对还是对 我感觉我的信心强或者弱 如果当我们单凭感觉的时候 我们往往可能会被自己的老我所缠练 也可能会被这个魔鬼控告 我们所缠练 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单靠感觉的 我们信仰不否认感觉 但是不能单靠感觉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圣经中间说圣灵和我们的内心同正是什么 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单单的一个说 我就完全追求一种感受 也不是完全一种冷冰冰的追求一种理性 不是 而是我们真实的活在神的面前 所以我们既有感受 我们也有我们的理性的分析 这是我们真实的一个基督的信仰 那么因此正因为如此 所以得救的信心 它首先是一个零和一的关系 就是有和无的关系 你一旦有就永远不会失去 所以当你说你信心软弱的时候 说没问题 你信心软弱 有强有低 有强有弱 有高有低 这个都是圣经里面都讲到 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说 你过去有信心 现在完全没有信心 这个并不是圣经里面讲的 也就是说你一旦有了得救的信心 你其实会一直有 所以在心理信堂十四章第二节 我们有列出经文 那里面实际讲的是什么 也就是说 如果什么叫做得救信心呢 因为你会对耶稣基督 所是真实的历史 你会对耶稣基督 为你受死复活 你是有确信的 然后你会相信圣经是无物以物的患 你会相信你自己已经被神所称义 你相信你将来一定会复活 这一套基要的真理的东西 都包含在得救的信心里面 如果你一旦相信了 那你即便你很软弱 但是你仍然是已经解决了 零和一的问题 有和无的问题 那么后面就是什么 就是一到一百中间的幅度的问题 所以有的人可能出使的信心 一下就到了五十 有的人可能出使的信心 一开始就只到三十 不 没什么关系 所以基督徒最怕的事情 所以自身的信心 你有时候会强 有时候会弱 领出信心的程度 每个人的个体存在着差异 所以有的人凭着信心 我就能做很多的事情 有的人就做不了 代表着 别人就一定比你更熟 也不代表别人一定比你更强 不需要去横向比较 所以基督徒的信心 永远自己看自己就好 不用去比较别人说 这个人你看一伸手一祷告 就能医病 而这个人一看就有赶鬼 而这个人一祷告就好像很灵 然后是种大家都找他去祷告 就好像变得很灵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以前在一个团企中间 然后就变得说 他说我们团企为找工作 祷告特别灵 然后我当时我就 那时候我也在找工作 然后我就在想要不要去 其实人都会有这种被诱惑的时候 然后我就当时想 后来我就在想 我说不对 我在主持学的层面里面 我讲得很清楚 这个没有 就是这个谁祷告灵还是不灵 那完全是上帝的恩典 根本不是人在这里来做这个工作 上帝喜悦的是我们作为一个团企 那大家一起为你同心可以祷告的时候 神在我们中间会为我们成就一些事情 不代表你这个团企就一定好像力量 你别的团企更强 后来我们就说我算了 我就我就不去 然后那个团企的弟兄姐妹很热情 就跟我说天中啊你赶紧来吧 我们这祷告工作很灵的 然后把我说 我说我怕一下成为你的分 不会成为你的分 还不会 我们这个祷告已经百分之百的灵了 我说坏了 我说那我一来肯定已经90了 然后他们就不信就拉进去了 然后我就跟他们一起祷告 每次祷告我就在这笑 我说求主啊连绵我 我说我到这儿一起给人家真是破坏 然后这个团企真的到我这个工作上 真的就不灵了 然后我就真成了一个分 然后所有的人说 哎呀天中你太沉了 沉到一个地步 我们用祷告都拖不起你 然后大家我就笑得很厉害 但是后来时间长了 那个团企 我其实很感恩那个团企 那个团企中心又得慢慢就开始明白这个道 就是知道说 当神在联名 您到这个团企里边每一个人的时候 神真的很祝福这个团企 但是并不是代表着 神要让这个团企在成长的过程中间 他成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神要让他把这个拐棍扯回去的 所以神很爱那个团企 我也在那个团企里面收到有很多的这个成长 所以当我后来慢慢的就是跟他们去不断的分享的时候 其实最终我们就会看到 神其实用这些事情 成还是不成 其实都是在兼顾我们的信心 为了最终让我们基督徒明白 我们不在这个地上 神在乎我们的 并不是我们到底为神做了什么事情 也并不在乎说 并不完全在乎说 我们到底为了传了多少语音 神在乎我们的事 在一切这个事情中间 我们的心到底在哪里 如果我们的心不对 我们的方法不对 其实神最后说 你就算是做成了又怎么样 神也照样可以不畏约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以前经常 我以前很喜欢一句话 是一个属灵的前辈 一个牧者跟我讲 说先做神所喜悦的人 再做神所喜悦的事 我一直奉为经典 但是后来随着我牧会的时间 当然不是牧会 随着我自己属灵生命的成长 以及后来牧会 开始牧会的话 我越来越回到中间还少一句话 也就是说 先做神所喜悦的人 按照上帝所喜悦的方式 做神所喜悦的事 一定会受到上 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们去回头看约伯的时候 我觉得约伯的 我们咱们周二也在查约伯记 我觉得约伯 他真的是一个上帝 所要大大祝福的人 大大祝福在哪里 就是约伯在这种极端痛苦 身心灵遭受 极大伤害的过程中间 约伯他的信心是有摇动的 这是我们一直在讲的 但是约伯却通过他的艰难 他看到的是什么 他看到的是生死 看到的是生死 他不是单单看到说 我这问题什么时候解决啊 我这个事情什么时候得以恢复啊 我跟神的关系是不是要变得更好吗 约伯不在乎这个 约伯看到的是一种生死观 而在这种生死观中间 约伯实际 他对于上帝的这种信靠 不仅仅是更远 而是最后就变成说了 他对死亡开始有一个重新的思考 所以约伯这个时候 我在读约伯记的时候 我越发现约伯这个人是非常的 对神的认识对神的爱是非常深刻的 所以他不是单单说 哎这问题啥时候解决啊 我这三朋友结局是什么 我是不是找神告状 然后收拾我这三朋友 不是 而是他真正开始讲生和死的问题 所以约伯的约伯记里面 我们现在还没总结 看到大家 等到我们总结的时候 我也会跟大家最后一讲的时候 也会报告 在约伯记里面 谈生死约伯用了五个独立的词汇 表达生死 用了五个比喻来去讲述生死 用了五个特定的词汇来去表达生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约伯记实际是说 我们今天经常会说 约伯只是讲苦难 其实约伯谈生死 甚至谈生死的深刻的程度 比传道书所讲到生死的深刻程度 都要高了 所以这是约伯非常独特的一个地方 也正因为如此 所以当神回用约伯的时候 神没有跟约伯讲的是什么 死的问题 跟约伯讲的是什么 生的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约伯记里面 其实让我们今天基督徒看到说 我们之所以成为一个义人 是因为我们确实知道什么叫做死 我们在今天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义人 我们如果不明白我们的死 不明白基督的死 用我们这个话来讲 就是约伯真正有的是一个得救的信息 他的信心会震荡 因着他的朋友的劝慰 他自己也是有感情的 约伯自己也是有感受的 所以约伯的信心他会有震荡 但是约伯对神的信心从来没有丢掉 所以这个就是讲到的这个信心 得救的信心是有和为的关系 那么约伯的就沿着这个约伯的话 继续往下讲 那约伯的话下一页 就是约伯的这个时候 他确实在他的陈述中间 他会有一些话非常的不得体 这是我们查经里面 我们也不需要避讳的地方 约伯对神的那种抱怨 他这种抱怨 有的时候他并不是一种恶意的攻击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基督徒害怕说 哎呀我们在神面前怎么敢抱怨 如果你仔细翻开诗篇 你翻开约伯记 你会发现抱怨的比我们多多了 那两者之间差别是什么 出埃及记的时候 出埃及的这个路上 无论是在出埃及记还是民数记 我们会发现人们的抱怨 往往是基于一种对上帝的不信 对上帝的一种恶意的攻击的方式 这种抱怨 上帝说你来一个 不要审判一个 来一个不要管教 但是约伯的抱怨和诗篇的这些 诗人们的这种抱怨 他是真是发自于内心中间 他对上帝一种呼求 对上帝一种渴求 所以他觉得我为啥会落到这样的光景 所以他的出发点是完全不一样 那么有了这样的抱怨 虽然上帝说你可以抱怨 但是你需不需要一个悔改 所以在紧接着 心理心条15章里面就谈到了一个悔改 那我们会看到在15章的大标题里面 这也是我喜欢心理心条的一个地方 他不仅仅是泛泛的跟我们谈一个悔改 他实际告诉我们说 如果基督徒能够悔改的话 是能够真正得生命 什么叫做真正得生命呢 你第一次的悔改 你就能得到一个新的生命 你以后每次的悔改 使得你这个新生命会不断的长大 所以这个实际 他用一种得生命的悔改 表达了一种动态性 所以他这个悔改 他不是像受洗一样 一次性就完了 也不像出生 一次性就结束了 而是通过这种不停的 这种与神的这种互动的 这种悔改的这样一个过程 使得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加的丰盛 所以在这段话里面 他是这样说 他说得生命的悔改 乃是一种福音的恩惠 弟兄姐妹这句话 也是我非常喜欢 他不是说从神来的恩惠 那么神来的恩惠 那我就说做一次可能不行 或者说照着天主教的讲法来说 如果你是一个天主教徒 至少一年要两次到那儿去告解 其实在天主教的告解里 他表达的就是这个所谓的外在形式上的悔改 以前要求的是 只要你觉得你有罪 你都要去悔改 后来这大家就不愿意去告解 那最后就变成了至少一年要两次悔改 这个告解 其实告解里就是悔改 但是我们在这个陈述中间 他说你是一种福音的恩惠 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们每次去读福音书 当我们每次用福音来去对照我们在地上的行为的时候 其实神就会把福音的恩惠次了五次 我们就可以能够有一个更深对神的认识 我们就可以能够更加的愿意去顺服上帝 所以后面说 所以凡传福音的人不单要传基督的道理 也要传悔改的道理 那么这句话实际意思是说 定义是在前面一中 而这句话实际告诉我们说 这两者之间信耶稣和悔改 实际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你信耶稣既然是一个开始的一个过程 并且一直延续到我们最终建筑面的日子 那么同样悔改也会伴随着我们 从我们的重生一直到建筑面的日子 所以这个是讲到这句话表达了以动态性 好 下一句 也正因为如此 所以悔改 那么我们有时候说 经徒是否经历了这个生命的悔改 确实是 因为在清教徒时期 有一本非常有名的书 来而写的悔改的真意 这本书呢 其实是讲了非常好的圣经的原则 但是这本书的遗憾的地方是 他当大家读这本书的时候 没有考虑过教目实践的部分 那么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这本书 当你读完了以后 你会对自己日常做的悔改 祷告到底是否是真实的 你会产生一个怀疑 这就是我说的 这本书很好 这本书讲的原则也非常的正确 但是这本书在教目关怀这个事 考虑的不够 所以使得我第一次读完这本书以后 我天天在 经常在怀疑 我自己的悔改祷告到底是真实的 那么我后来知道 遇到了心理的这个信条以后 我就发现说 我们每一次的悔改 这个实际15.2实际表述是第一次的悔改 那么同样 我们虽然是成为了一个基督徒以后 那么基督徒仍然是一个蒙恩的罪人 所以这些的经历 我们照样还会经济到 他说罪人借着悔改 不但看见又觉悟到自己的罪 与神的圣性和义律相违背的危险 而且又觉悟到自己的罪的无畏可憎 罪人既明白谁在基督里向悔改之人所显得恩死 就为自己的罪忧伤而恨自己的罪 以至转离一切罪恶归向神 又立志竭力在神所有的诫命中与他同行 所以你会看到在这句话里面描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 就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悔改 他首先是两个方面 第一他是完全明白神在基督里向悔改之人所显得恩死 所以悔改不是说我仅仅是对罪有认识 这个不够 所以莱尔杰他的书里面这一点讲得非常好 我们真实的悔改不仅仅是对罪有认识 还要对神的解决方案有认识 换句话说 用这里面所讲到是神的恩死 上帝不仅仅是让我们认罪 如果仅仅是认罪的话 那我们天天列一个认罪清单 你就会发现我们被这罪都压狂 对不对 你就会这么多的罪灿烂 那然后你就会发现这贪婪是我们一路途生命中间永远无法克服的 永远无法克服的 有的时候那个前段时间我就是觉得然后家里面确实是没疼 然后因着各种在教会的忙碌的事件 所以那个马西打折那个厂就没买到 打折只便宜了三毛钱 然后就在我的心里面就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 然后就老女儿说哎呀这个天天对师傅在那儿兜了 然后师傅在那儿就烦了就问我说 那你为什么会对这件事情这么在乎 这个便宜了三毛钱的他为什么这么在乎 然后突然就把我问的 突然就把我就问住了 然后我就跟谁说 我说得了 我说我知道了 这借了师傅这句话我那贪婪的令又犯了 其实你真的占回这三毛钱了 不是你就会觉得说那有一个便宜 那有一点点小便宜 然后你就会觉得你忘了说教会的事情更重要 然后你就在服饰的过程中 你天天店心的便宜三毛钱的一包 这个你就会发现这个灿烂这个东西 实在是太馋了我们 其实有的时候基督徒做的都很好 然后过一段时间你突然仔细想 你对照实践里面你发现 哎呦我怎么还怎么 还这些问题怎么还在那 其实这个不要被他所困惹 而且告诉我们说 这恰恰是神带领我们 连的最脏的最小的那么一点点的小罪 上帝我们离上帝越亲近 上帝就会让我们看得越在眼 如果一个对上帝根本不在乎的人 什么便宜三毛钱的汤 什么教会的事情 我都可以放在一边 他不在乎 但是正是因为我上帝在乎我 所以我们也开始慢慢对这些小罪开始慢慢的显露出 那么同样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 那我是说我这贪婪是解决不了 所以就在那一个里面 我真正又一次所谓的做一个悔改的祷告 我就跟神说 我说主啊 这贪婪的实在是我们的人生的大基督徒 是一个这个大的一个这个罪 产累着我 我说特别是在孩子的身上的时候 上帝这么丰富的供应 上帝这么多的恩赐 但是有的时候就为了这三毛钱 把我一切的重心都给转移出去了 我在神面前我说真的觉得很惨 其实不在乎说我一定要认这个罪 而是说我在神面前来真的去警察说 这些东西实在是很危险 我如果不停地想这些三毛钱的话 那我在服侍的过程中间 我相信肯定不能 没有办法全身心的投入去服侍神 因为你的脑海里总是在想着 他这个便宜三毛钱的这一包汤 所以后面才会说 用竭力在神的面前中间去调查 所以我们想真正的一个悔改 并不是单单对于罪有一个认识 That's it 不够 真正的悔改 要为我们有解决罪的方法而感恩 这实际是我们真正的一个悔改 然而你光有这种感恩 你光有对罪的认识 光有道理 没有用 你还需要什么 以至于转离一切的罪恶 我们就尝试着说 这次我要战胜他 我这次战胜他 下一次我也尽量的学习去战胜他 只有这样基督徒的生命会不断的 一步一步的向前成长 这个就是我非常喜欢的说 每一次的悔改 其实我要告诉大家 每一次的悔改 就是使得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加的丰盛 我们不要被觉得说 哎呀我又犯罪了 然后我去悔改 好像不得不 当我们用一种积极的心态去说 主我真的感谢你 你有这样一恩典让我悔改 使得我的生命可以能够更加的丰盛 更加的完全 其实这个就是真正悔改的问题 这一点莱尔在这件事情上说的还是OK的 但是我刚才也是讲到说 那本书是非常好的一本书 我建议大家去读 但是那本书的不足之处 就是它在教目这个方面的关怀应用上 不像我刚才所讲的这么安全 所以如果它能够有教目方面的东西的话 那这本书就是几乎说可以是相当完美 但是这本书我仍然值得 我认为大家值得去阅读 这个叫悔改的真意 非常好的一本书 莱尔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每一次的悔改 其实都是跟神的关系 不是越来越远 也不是被动的 相反是主动输出身 然后主动的跟神和好 主动的与神同行 那么我们跟神的关系就会变得越来越紧 好 所以这也是说 那这个悔改一次就够了吧 当然就不够 所以我们就不沿着这个继续的展开了 那我们进到结论的路 好 好 基督徒该怎样呢 所以有的时候我这个这个命题呢 实际是说我们需要仔细的去分辨 所以在新民的准则底下呢 提了两个方面的就是教务性的建议 所以这个并不是说是必须的 而是说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教务性的建议 它并不是一种律法的方式 那么这里面是怎么说的呢 一个是在15.5 一个是在15.6 第一个他说 人不该以概括的悔改为满足 竭力的为自己特殊的罪 而特别悔改乃人人的本分 这句话是赵春贵牧师的中文的翻译 那意思是什么 你不要你的悔改 你不要特别犯 你不要泛泛的说 主啊我有罪 求主赦免我这一周的罪 那这个就是太宽泛了 所以你自己跟神去悔改的时候 一定要具体的罪 具体的认 你就像我出来这个例子 为了便宜这三毛钱的这包糖 我专门向神去认罪悔改 就是为了很具体的 用我们话来讲 成这么烂骨子的事情 我们要向神去悔改 这样的话 我们会不断的在成圣的道路上 我们跟神关系会越来越好 神会越来越带给我们大家 走向更加的成死 所以这句话其实就是提醒我们说 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 千万不要犯犯的说 那犯犯的说 没有用 所以我们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需要仔细的在神面前 要好好地去确认 那么15.6提到一件什么事情 实际我觉得这也是 我比较认同这个信力信条 这个一个其中的一个系列吧 他里面说 人人都当向神私自认罪 那有的罪确实不好说出口 那么你就需要 在神面前 你自己跟神一对一的相同 然后祈求他胜利 由此并由于敌气罪恶 他就必蒙怜悯 所以画了个封号 这个意思是什么 有一些的罪 你不涉于公开的 但是有一些的罪 你需要 你不能都死下 所以他说 所以得罪弟兄或基督教会的人 就当借着私自或公开的认罪 并为其罪担忧 甘心向他受触犯的人表示危改 于是那受触犯者就当与他和好 且以爱心接待他 那这句话用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呢 就是以前我听过一个真实的事情 事业在一个教会里面发生 那个教会很鼓励弟兄姐妹彼此认罪 然后大家就觉得彼此认罪 那就认本 所以呢 这个这个教会所做的这个方式呢 是希望效法 第二次大复兴中间一种外在悔改的形式 所以为了要效法这个第二次大复兴 他有复兴 然后就为了要效法 所以就鼓励弟兄姐妹彼此互相的认罪 那在这个里面就发生了些很多尴尬的事情 有一个弟兄就跑到姐妹面前说 哎姐妹你长得太漂亮了 我一见到你我就动了你念 我要向你社员 我要向你社员 然后这个事我当时以为是效果 那我就问那部师真的假的 他说牧师说是真的 所以他们才会突然发现说 他们的方式做错了 如果没有发生过这些事情的话 这个牧师他 他的那种属灵的看见中间 他不认为这是错的 因为他觉得我是仿效大复兴啊 我是仿效彼此认罪啊 彼此互相担当啊 大家得主里面和睦啊 这不是很好的动机吗 所以他就鼓励弟兄姐妹去做 然而我们要知道 人的中间的东西 一旦机械化到一个地步的话 那真的就会发生这种很尴尬的事情 然后等到认完罪 大家也不好说什么 然后最后的姐妹就不好带来这个交易 因为什么呢 就觉得自己被冒犯了 因为本来是人家坐在那敬拜 什么什么事没有 人家一个漂亮的姐妹坐在那里头 谁让你周围这一群坏小子在想呢 那你这个姐妹就觉得一旦说出来 就没法再在这教会去 对不对 你其实相反 这叫什么好心办法事 你本来是一个想让大家更好 更彼此相爱的一个事情 结果就变成了一个尴尬的事情 那当我听完那以后 我就觉得 这教会有的教会会真蠢到这个地步吗 后来发现 有的时候教会层面没有蠢到这个地步 但是在团庆里面 有的团庆 我确实是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所以让我真的是有无语 也就是说当我们今天回到心理准则的话 我们会发现 上帝这个为什么被称为 称他为教务性的指导意见 不是律法 教务性的指导意见 就是确实让我们知道 有些事你自己跟神愿好 有些事你需要 比方说你的家庭 范头里头 你希泽和丈夫之间 私密一点的话 如果弟兄之间 彼此之间有冲突的话 那么你就在教会公开的场合里面 那你们彼此互相认罪 这也是很好 但是有一些的罪 你一定要知道 不是不于公开的时候 那你就需要私自去祷告 自己去认罪 另一点 为什么我说 我们也是我们基督信仰 和现在的一些的其他宗教 根本不一致的地方 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其他宗教是说 你只要向你所信奉的神 去祷告就好 或者是说你去拜拜 你去烧个香 你不需要向当事人去认罪 不是 我们基督的信仰中间 有一些事情 你是必须要需要当事人去做的 所以马太福音十八章中间 教会惩戒的这个次序 不是随便写 确实就是有 前几天我就知道一件事情 那这些事情呢 实际上后来我也是说 那这个就是我一直在 特别的是提到的一件事情 弟兄们之间彼此共同做生意 要额外的小心 要更加的小心 你不要认为有这个合同就行 所以用一个另外一个弟兄 跟我分享这件事情的时候 用这句话来讲 前子当头的时候 兄弟都不认账 彼此不认账 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的弟兄 还是基督徒的兄弟都没有用 所以在这句话 其实这个意思 其实我们是无奈的举着这些的例子 为什么因为我们一定要知道是 我们其实基督徒哪怕再是基督徒的话 我们其实被罪的残累 其实还是有 我们被败坏所挟制也是有 所以罗马书八章二十一节 从来没有说我们要 不是说我们在等候得熟的日子 是因为我们要 脱离罪的瑕质 保罗没什么能说 保罗说得非常清楚的是 脱离什么 败坏的瑕质 所以大家要读经的时候 要非常的仔细读这个字 所以保罗才会说 因为我们还有败坏 所以我们才需要等待着身体得数 不是代表我们没有儿子的名分 而是已经有了 然而我们的老我还在那里 那种败坏的性情还会困扰 所以这个就是如果能够通过悔改 那么彼此之间认罪 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最好 结果我刚才想举的例子 想说的是最后这两个弟兄 完全没有办法合在一起 就双方谁都会对 谁都认为自己是有道理 然后也拿出来这些所谓的契约的合同 到最后吵了一塌糊 两个人没有办法再在一个团契里 继续的服侍者 所以这个例子我在美国实习的时候 至少在我那实习的一个月里 我探访了三个交易里 都发生过这样的例子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要特别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要通过一种彼此认罪悔改的方式 能够解决问题那么我真的应当感谢 但是如果有一些的事情实际涉及到一些的罪的问题的话 我们其实不能单单靠 就是两者之间的悔改 就能够完全解决这问题的 所以有的时候需要教会的介入 需要教会的介入 所以那我作为牧者来讲 那我对这个弟兄姐妹彼此之间一起共同做生意 其实我是保留意见的 因为我是保留意见的 因为真的是那句话 我们每个人对于收益的盼望 心理盼望是就是借用这个 做这个决策的这个决策心理学的词汇吧 我们对每一个那个收益的牟定值是不一样 每个人是不一样 我们对于损失的承受力也是不一样 那如果大家在这上面没有真正的共识的话 其实做生意 你这么的还算勉强能维持下去 一旦要说 你可能连朋友连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做 所以这个是额外提出来的 好 所以这也是我们讲到这一点上 我也盼望大家 你们沿着这个方向继续的去思考 可以最终一句话 就是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我们是需要 不光是我们跟神和好 我们也需要慢慢通过悔改 是什么 与人和好 并且真心的爱心接待对手 所以当一个别人来去 真的是因为 抱怀到你的时候 如果别人真诚的去向你认罪悔改的时候 你也应当用爱心重新去接待 这个是需要我们去 彼此之间互相去学习 好 那我们今天计划要讲的东西就是这么多 好 那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爱武达娃天父 真的是感谢你 主啊 你保守我们 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美好的信息 有美好的话语 你借着前辈的口来去提醒我们 主啊 真是恳求你让我们不断的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兼顾我们的信心 也让我们即便是面对各样的困难 面对着魔鬼的试探 罪的缠累的时候 我们都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心 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基督恩是巩固的 我们将来必定会与主永远的同在 无论这个世上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无论是对基督的信仰有何种样的攻击 主啊 我们难免也会受到一些的缠累 主啊 就求你在我们遇到这样的信心动摇的时候 主啊 恳求你来去兼顾我们 也带领我们能够悔改 归向到你的面前 使得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能够更加的丰盛 感谢在美主 愿主吹听我们的祷告 愿主恩典大大的祝福 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和听这个信息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使得我们真的能够不断的从悔改中间得着力量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丰盛 有力量来去奔走天路 感谢在美主 愿主吹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这样的祈求盼望 奉考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下期见